哈喽 大家好 这期主要讲的是加热店的使用方法 因为现在已经到秋天了嘛 甲蛙呢 它属于冷血动物 在冬天的话 它体温过低 会进入休眠状态 但是你的甲蛙体长没有超过六厘米 养殖时间没有达到一年以上 我是不介意你让它休眠的 这样它容易容易死掉 然后你就买个加热店就可以解决这个 这个问题了 加热店 买那个牌子都无所谓 然后呢 如果你有条件的话 最好是配上一个温控 也就是说是温度控制器吧 那个更精准一点 今天我是没有温度控制器的 我就简单说一下怎么使用吧 它就是直接是把它放在缸底 如果是土壤的话 是放在缸底 缸底 这个加热店放在缸底 它是没有必要完全都放下去的 你要这样放 这边留 放放在这里 放到三分之后 这里有个三分之一出来 这样的话 这边温度比较热 这边温度就稍微凉 如果挖感觉到太热 或者怎么样的话 它会自己跑到这边来的 如果你有温度控制器的话 你这点就不用担心 你可以就完全放进去 还有个是水氧 水氧的话 我也是 建议你没有必要完全的放盲 留一点嘛 如果你有温度控制器的话 你就不用担心这种太热的问题 你就把那个温控放到 里面就可以了 如果是北方的朋友 因为北方 北方的话 温差是非常非常大的 早晚温差是非常大的 我建议是你准备一个鞋盒子嘛 啊 准备鞋盒子 然后在鞋盒子 上面打几个洞 然后四周打几个洞 把加油电 温通设备一起一起放好 然后再把你的次养盒放进去 盖上盖子 这样以来 把玩效果是最好的 脚挖呢 它并不是因为太冷 并不是因为太冷 它会生病 或者是怎么样 它是因为温差 它温差一大 比如说相差个五六度 十度 突然相差五六度 十度 它就会容易生病啊 或者容易进入休眠 状态不好 比如说你的挖突然上午很活泼 然后下午就不吃东西了 你要考虑一下是不是那个温差太大造成的 特别是现在秋天 早晚温度 早晚的温度是相差很大的 然后基本上就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然后 你加热喂食的时候 我建议你 包括喂食啊 换水啊 你把那个温度控制在跟 它这个盒子的温度接近 不能不要相差太大 不要超过五度以上 超过五度以上的话 就容易出问题 比如说你喂 你喂食小鱼 你可以先把 用个小盒子 用个小盒子 装小鱼放在 放到这个箱子面 啊 放在箱子里面之后盖好 你等个二十分钟 你等那个鱼的温度加热到 和这个气温差不多的时候 你再喂它 这样是比较健康的 好了 基本上就是没什么了 这个是加热垫的方法 还有就是用陶瓷灯加热棒 因为篇幅有限 我会在另一个视频 单独说出 没 produced sole 这个频道 还可以 需要来一次做 开掌以后 来个规则